盡量滿足寺廟 謝謝 我妹是今天打得到 我告訴你 好啊 以前的舊資料拿起來一直看 我想這些都是會增加一些不必要的 不過盡量要能夠做得到的 好 下面一個 各位好,我是公務記者,好奇寶寶 上次說我們上次3月27號 在松山上時開會 那有一個狀況發生 可能大家不知道 跟大家報告一下 大人李里長蔡桂青先生 在中途分而離席 為什麼? 他的理由是勾而不通 他們所說的,所有說的東西我們都知道了 但是我們跟他說的 他 我們講了 他聽不見 他講來講去都是 錄音機都是同樣一套 那希望今天我看到那個簡報裡面說人民 曾經意見 還是一樣 我們說 他們說400多 我們說200多 所有的東西都是一成不變的 勾而不通 希望看看主席能有什麼辦法讓我們能溝通 不要他老是來勾 我們永遠都不覺得通 第一點 第二點 就是希望說這個 這個民眾希望相關會議 我希望 剛剛有希望 資料先來 還有開完會了以後 會議記錄是不是可以給我們 讓我們知道我們講的是什麼 那政府怎麼回 那我們以後可以比對 你看真的喔 他們每次來都是講這些 然後我們真的是勾而不通 否則我在這說勾而不通 你們聽到也沒有書面記錄對不對 是不是可以每一次開會 像這次開會上一次 請問一下我們有會議記錄嗎 那我們參加的這些人 你開會通知給我的時候 是不是附一張會議記錄 上一次的會議記錄 是不是可以這樣 那第三 資訊空間 這些東西不是我們關心的人 今天站在這的人才能關心 這個資料應該給所有的人都知道 所以應該是公開的上網 記得 第一次就是博德公司那時候 BOT的時候 國等公司我們一直要求他 要資料要上網 資訊公開 我們要求了很久 這個做的也不好 我們希望這次由 台北市政府都發掘 第一大事 希望請他們 拜託拜託 會議記錄上網 會議開會通知上網 第三點就是 上次我提到 上次我來講 說我們要開數寶會議 為什麼呢 因為上次 博德公司 就是在那數寶會議 在那吵來吵去 我們一直不滿意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在他們的那個 招商資料的時候 就寫明了五棵老樹 但是我們一直認為 為什麼五棵老樹 因為沒有開數寶會議 那這次呢 又說 這次是十四科 那我們請問 為什麼說十四科 誰說十四科 是經過 是怎麼樣的一個法律程序嗎 對不起 我是代表 我自己還有資訊 資訊協會 我是兩個單位 我不是一個人 對不起 好好 老子爸講完 所以我想提醒的是 不要讓這種事情 一而再再發生 你不要說十四科 五科 誰說了算 誰說了算 應該是開了數寶會議吧 下次可不可以 不要再讓我聽到十四科 因為那是沒有法源基礎的 唉 不要自己違法 第三 就是 可不可以知道說 我們的第一次都市計畫的時候 的會議 我們民眾都不知道 我們什麼時候知道 直到這個博德 這個 上了報 說我們BOT了 我們才知道 所以人 人 大家才湧入 在之前我們都不知道 所以我們也不知道 當時開這個都市計畫會議 怎麼會變成三塊 我們現在質疑 為什麼三塊 你應該是 你看我們的 花婆也在說 這個樹木都沒有變動 我們在裡面開 那個 與環境共處 是不是大家考慮一下 都市計畫審議 是不是再重新考慮 為什麼三塊 因為我們一直都不相信 為什麼三塊 阿 好了 OK 好 你不要這麼喘 我看你的好喘 因為我很希望在三分鐘 甚至五分鐘裡面講完 好了 那甚至是現在 上次是說三塊 現在更變本加厲 三塊要分開來開發 所以很可能 我們連站在這裡的機會都沒有了 所以我要非常珍惜的 好 大家 我們要很珍惜的 我們還可以站在這 說不定這個會開完了 我們下次連站在這裡的機會都沒有了 所以請請拜託一下 讓我們有機會在這裡說一下話 究竟這是一個民主政府 先在這裡玩 點火囉 那正在這裡 我建議就不要補長了 就不要補長了 好 好 我覺得 謝謝 來 來 謝謝 快中 接骨